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从此声明确起 转而以外交文明 后来又推行洋窝运动 创立北洋水师 受海内外称语 这张照片拍摄余光绪四年 公元1879年 当时的李鸿章才56岁 对于一个有报复的政治家来说 那正是火候恰到好处的时候 身体不错 又有丰富的经验 那时距离天津教案的发生 已经过去九年 曾国藩已经去市 李鸿章正将洋务运动 推行得如火如荼 从矿业 织布局 电报 铁路 李鸿章引起了大量当时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 以当时的环境来看 李鸿章的这些做法 其实并不容易 除了一些洋务派外 朝里那些保守的大臣 对于李鸿章的做法 非常的不认同 有人认为挖电报 修铁路 都会惊动迪迈 影响风水 不过 李鸿章倒是没怎么在乎他们的看法 也正是因为他在洋务上做出了成绩 才有了后来让他主持北洋水师的事情 这是1886年 纯亲王到天津巡越海坊时候拍的照片 坐在纯亲王身边的 就是李鸿章跟帮办善庆 在纯亲王巡越的两年后 北洋水师正式创立 北洋水师的创立 对于清朝 对于李鸿章 都有特殊的意义 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顶峰 也是李鸿章的顶峰 所以 甲午战争中 北洋水师的战败 对于李鸿章而言 无异于最沉重的打击 李鸿章原本是一个极为善于养生 懂得保养的人 但那次战争后 李鸿章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几岁一样 尤其是马关条约一千 不仅是官爵丢了 李鸿章更是遭到举国痛骂 当时最为有名的 就是那句杨三疑死无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而李鸿章更是嘲弄自己 是看了一辈子的表胡将 李鸿章闲居了一段时间后 又出国到欧美访问 李鸿章一口气访问了俄 德 和 法 比 英 美 家等国家 这次访问 更让李鸿章见识到许多的不同 也更让他认识到变法自强的重要 不过即便以李鸿章的位置 也难以改变当时中国的局面 这次访问中 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 李鸿章拒绝在日本登陆 哪怕踩着木板 也不不愿意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出国访问回来后的李鸿章 又担任起梁广总督 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到来 清军大败 慈禧电令李鸿章到北京跟洋人谈判 这样的局面 再怎么谈 也不会有好结果 当时有许多人都反对李鸿章北上 谁都清楚 北京已经是龙坛虎穴 去了只能白白送死 而且 在战争开始以前 东南方的封疆大臣曾秘义 准备推举李鸿章为总统 可李鸿章还是选择北上 去跟洋人斡旋 去斗 去拼 从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来看 李鸿章的身上透露着衰老 眼神里满是绝望 这次的谈判 浩德李鸿章游进灯窟 不久后 就去世了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就是这样的视频 тру里的评言 好 推前